8月1日 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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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是我 我以前很漂亮 哪一個是我 哇這你耶 因為爸爸以前那麼瘦 你漂亮嗎 這個 明天爸爸 你看你老公你都很記得 我朝朝都會想到 什麼爸爸姐啊 什麼的 你會嗎 會啊 會啊 媽媽在早年的時候 她的個性是很女強人 做事很果斷 個性很強 你腦袋死最最強 從父親去世以後 她走不出來 然後每況愈下 糖尿病變成她 憂鬱得很厲害 她完全不想吃東西 她也不打針 她會形容她 她想要去死 媽媽是嚴重型的糖尿病 血糖控制得非常不好 所以我也無法去理解說 這個東西怎麼會跟頭腦 甚至跟這兩個字會扯上關係 所以 對我來說我是很陌生的 因為我那時候暑假 每天都去奶奶家 她會一直跟我講一樣的話 你媽媽回來了嗎 你媽媽在哪裡 我就會覺得她很奇怪 因為她以前不會這樣子 她以前跟我是會 講東講西的那種 可是她到後來 她就都不太講話 她就一個人坐著看電視 一整天就這樣看電視 如果沒有人跟她講話 她就也不會主動跟人家講話 變得跟以前不一樣 你那時候變瘦了 你看 你那時候生病剛開始變瘦了 我會看著我媽媽 從以前的那個 那樣子很活潑 都會參與各方面的活動 到她後面的 她會有憂鬱 會有 會有 沾望啊 我 幻聽啊 幻覺 然後看著電視 她整個眼神是空洞的 我會覺得她很寂寞 心裡覺得 為她做得太少 很愧疚 確診失智了以後 醫師的意思就是說 要讓她還是要去多做一些刺激 然後她就給我一張 日志學堂的一個 聯絡的方式 我媽媽幾乎 我沒有哭哭 我太太 什麼都會去 不錯了 每次都開心 她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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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畫的一直是500塊 我媽媽幾乎每一個課程她都上過 那我覺得她在當下呢 可以啟發她的一些 愉快的波動 這個愉快的波動 可以讓她回到家裡 她的心情會比較平穩 因為有人的互動 她會比較願意說話 4 8 9 10 媽媽給我的感覺 她是 越來越快樂的 常常出去走走 然後 我哭哭哭哭哭 小燈啊 小燈啊 音樂 我就喜歡音樂 哥哥爸爸很會大 她大概從民國100年開始 她就加入這個瑞智學堂 陪同她參與的過程 她下了課 我們接了她 我們陪她上課 然後呢 我們可以跟她聊 妳上了些什麼 老師說什麼 那妳的好朋友 哇這位是 這個阿嬤 這個是這個阿公 好 這麼漂亮 很有特色很棒 媽媽這個當中也會得到成就感 沒有找到瑞智學堂之前 就求助入門 也不知道要問誰 但發現了瑞智學堂之後 就是有一個可以詢問的對象 那奶奶也可以去那邊上課 比較安心又放心 所以才會整個有改善 我覺得瑞智學堂最好的地方 就是社工 還有一些老師 他會用方法 還有很親切的效果 去引導媽媽 他們也會跟我家屬溝通 我們也可以有充分的時間 告訴她 我媽媽的個性大概是怎麼樣 可能需要怎麼樣的協助 或引導 那我覺得媽媽投入得很快 妳最愛什麼 我最愛妳啊 我最愛妳啊 我是誰 我是張亞晴 我是真雪 張亞晴是誰 張亞晴就是那個好囉嗦的 妳比較愛我還是妳們女兒 我比較愛 我關於妳 那呃 我常在妳都 Lore 欣賢 郁杰 bled 乾 我們 廣告 感谢观看